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我的腹底上 真的吗 那停尸房里的是什么 一句目我罢了 太好了 九王爷 你 你竟敢派人擅闯大理寺 偷走尸体 我要不这么做 昨天晚上被烧毁的就不是一句目 而是你们破案的唯一线索 你知道有人会放火毁尸 知道啊 那你为何不救本官的停尸房 你知不知道重新休息需要花费多少功夫 人力物力不说 单说去力部拿银子 那其中可谓困难重重艰险无比 甚至还不一定能够拿得到 最终说不定还要本官自讨药包 你既然能够将那具尸体救下来 那为何不能将本官的停尸房也给救下来 关我什么事呢 你 陪大人 您 姐 黄叔 等等我 我们去看尸体吧 你是故意的吧 你明明知道护不是老怀大人 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 要想从他手里抠走一个子 那可是要做好头破血流的准备的 不仅如此 我让我手下的人昨晚还吹了一阵风 助长了一下火势 让那停尸房啊烧得更彻底一些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报陪大人当日 请我大理寺一游的恩情 离尚往来而已 这男人寄起愁来 也太可怕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